大家好,我是老郎,在这里和小拍家的粉丝以及我家的粉丝同时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29号发的一张视频,可能有些言论吧,让一些粉丝朋友们心里不舒服了 我也没想到大家伙就是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我原本想着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,开去玩笑 毕竟我们两个,包括我媳妇,都是能接受的,反正就是一个反应 没想到大家伙会有这么大的反应,在这里老郎给大家伙说声抱歉 然后我会把前天的视频删掉,包括原本今天要更新的视频,今天也不会更新了 因为今天的视频里边也有一些那些元素,然后今天的也删掉 在这里再次跟大伙说声抱歉,老郎的唐突让大家伙感到心里不舒服了 这是我的失误,也是我的错 这条视频我保留三天,三天后也会删图 就这样吧,在这跟大伙说声抱歉,对不起了 好